这位同学用印尼文介绍他所阅读的书籍 也有同学用英文分享他的心得 印尼茨基学校举办阅读比赛 更少不了华文的舞台 我的外婆血压比平常高出太 独立学生放下3C用品 拿起书本多阅读 学校推动阅读周活动 以让同学能够展现自己的阅读心得 以晚接临 以阅读在数位学习时代的重要性 拿到演讲比赛第一名 让学生演出书中的主角 更是活动中的另一个亮点 参加比赛的同学拿出本事装扮自己 也因此更融入书中的角色 印尼独立战争英雄苏迪尔曼将军 就是马赛喜露模仿的角色 现在有很多古典的古典 古典的古典的古典 我们必须贵我们的古典 我们再次想要证明 孩子们也必须要证明 当他们证明 证明他们的古典 所以当他们到学校 他们也认为这些古典的古典 不论是用说的 用唱的 甚至是用演的 独朗阅读变得更加有趣 戴安新闻 史蒂芬尼加朗印尼报道